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前面的那个程式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主要我是做了一个List Review在这里而已 所以没有太特别的东西 那主要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了解就是这个List Review前面讲过的 你要怎么样把相关的资料直接放进来 那这放进来的资料其实就是第一栏的资料 就是那个Yahoo股市里面的那个类股的相关的代号 跟他的名称要把它放进来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当他点选他 那点选的时候有没有 会触发一个就是什么 好像是set on item click的事件 所以呢我只要去实作什么 set on item click的那个Listener 那每当使用者点选他的时候呢 他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特别是因为同学可能比较 这种有关事件的观念比较薄弱啦 实际上他随时都在扫描 扫描什么 使用者有没有触发 有触发就通知嘛就这样子 所以Listen呢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一个感测器也可以啦 或者是有点像一个保全站在那边 随时帮你监控一下有没有 Yahoo他就去触发 去执行你写的那个里面的程序 那里面我们写什么程序 当点选的时候 那我就跳Alan Dialog Alan Dialog里面显示什么 就是我们11缆的资料 大概就这样而已 非常的简单 那你说用途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其实很多嘛 网路上的所有资料 通通都可以抓下来 然后呢可以让你很快的显示出来 我想这个便利性还蛮高的 尤其是你可能像是一些业务人员 他们在外面可能有时候会 想要读取一些可能库存资料 或者是说读取什么后端的 反正只要相关的资料 他可以不需要说 还要进到这一层 然后又进到这一层 又进到这一层才能看到东西 他可以很快的知道 马上告诉客户说 可以或不可以 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这里该怎么做 那这边的话我就建了一个 Stark的一个Java 就是Activity 那里面的话呢 到底我实作哪些东西 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有建那个Listup 建的那个11个Listup ArrayListup 那里面的话呢 就分别从Yahoo股市上面 抓一栏两栏三栏四栏五栏六栏 11栏 不过其实这种写法 当然效率不是太好 一般要不就用一个二维阵列 二维阵列 二维阵列实际上 画出来就是一个表格 它二维阵列前面那个数字就是列 后面那个数字就是蓝 那也可以做个表格 不过相对的 二维阵列的困难度会比较高 而且你还要再去修改里面的阵列 比较麻烦 那ArrayListup 它非常简单 就ArrayListup名称 点add 有没有 就直接可以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 这样子会比较好搞定 那其实还有人用什么 用Map的方式来写 也是类似二维 一个表格 可是撰写起来 我觉得还是太复杂 这个方式倒是最简单 为什么 因为它有点像 反正我就一直新增 增加完之后 我就产生一个 ArrayListup 你可以拿它来当成阵列使用 那阵列 比如说我今天 这些资料都产生的 也从网络上 正常抓资料了 然后呢 也切割资料了 切割完之后呢 我要做什么呢 再把这个切割完的资料 11个栏位 的资料怎么样 放到那个什么呢 LV01 就是那个清单里面 那怎么放 前面这个我想 上面这个部分 应该各位不陌生吧 叫ArrayAdapter 这个东西有没有 该还有印象吧 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请参考第七章的 第一个范例就有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这个清单里面的资料 假如要从阵列里面取得的话 你必须给它三个东西 一个M 一个V 一个C ArrayList 这个叫建一个Adapter 这个Adapter叫做连接器 这个Adapter里面呢 放的就是一个Array 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也是一个范形物件 里面反正就是放很多资料 那跟我们要的其实差不多 一个Adapter2好了 另一个ReAdapter 特别注意 后面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刮壶后面会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 第一个是List List指的是Controller 就是这个Activity 现在是谁当家嘛 谁控制的 那就List List指的是List List Class 就是现在指的就是我自己本身 然后呢 后面第二个逗点 这个Android开头应该还有影响吧 Android点 我又讲过 Android开头的话 就指的是 预设 Android预设的范本 有没有 我需要一个V嘛 那这个V指的就是我的版型 那这个版型的话呢 如果我前面开头是Android的话 那我就是 后面就是R 点Layout Layout指的是我那个版型嘛 然后呢 会有一个针对的是 Simple List Item 1 这个版型 那待会我讲过就是说 如果将来 你希望改变那个版型 比如说你希望变更它的颜色 变更它的字的大小 甚至变更它的底色的话 那怎么办 要把这个版型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的Layout里面 应该还记得吧 复制贴过来就好了 或者你也可以把前面的那个 你修改过的那个版型 直接贴过来 也可以啦 然后呢 把Android点拿掉 它就会存取的是 你系统内部的版型了 特别就是要修改颜色 只能够从你自己的版型修改 你不能去修改那Android那一个 因为那个是系统预设的 那个是V C V 再来什么 M M的话就是我们的资料来源 一般 C-Shark它会叫Model 或者其他地方也有叫什么 Meta Data 反正就是Data 我把它理解成Data 资料 那资料的话呢 我需要列出来的是第一栏的 就是Column01 那就是什么 哪个编号类鼓 然后名称叫什么 OK 而且你会发现哦 不用做任何修改 我之前本来以为 是不是要转换成正列 再放过来 后来我发现哦 直接放 可以walk了 那基本上应该没问题 本来我就要转型 转成array 再放过来 可是好像转了跟不转 结果是一样的 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蛮稳定的 那我就干脆不要转 直接放 而且更简便 为什么以后 如果你网络上抓下来资料 只要是一栏 直接可以放在list里面 哇那太好了 太简便了 而且程式也不会很复杂嘛 对不对 不然你看网络上很多人写的 哇 有些复杂到一个不行的 虽然说他已经又抓了 另外一个类别来用 可是感觉还是很复杂 那我是觉得我这样的理解 感觉好像会比较亲切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感觉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要自己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的样子是怎样的 我喜欢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一个自己觉得很OK的 而且比较不容易犯错的一个sort code 这个有时候当然也还是要自己的style 因为我觉得写程式 可能当然书里面写说最好是能够一个teamwork 可是后来发现好像我越写越个人化 这怎么办 那当然你们将来没有teamwork 你可以自己再去定义一个leader 也许你们有分组 那你一个leader可以自己再去定义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最后把这个adapter给他 然后呢他就怎么样 再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上面的部分显示出来 看到结果应该就是长这个样子 清单列出来应该没问题 OK 不过因为模拟器跟手机还是有不一样 所以建议呢还是可以在不同环境下run一下看看 那其实最近也在试那个Visual Studio 2015的 里面他有针对Android做开发 不过我发现 那个Android Studio 他虽然开发 因为我蛮喜欢Android Studio开发环境 是还真的蛮friendly 对开发人来说 可是他装起来光安装就30几GB了 所以我要准备一个 因为SSD马上就 好像感觉要换更大的 然后跑起来 基本上他还是要装JDK 他还是要装SDK 而且还是要装模拟器 反正什么东西要装 哇装起来更可怕 虽然他有support 可是我觉得好像 还在观察当中 到底好不好用 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 因为你会发现每个开发环境 真的都不简单 都很复杂 有没有更简单的 回归原始 我觉得最原始 目前开发起来最原始 就是VBA了吧 VBA最简单的 整个CAA打开 旁边一叫出来 他就可以开发了 不过当然每个诉求不一样 然后把它点 再来就是点选它 这个点选的动作就是说 你需要有一个Listener 这个Listener前面有没有讲过 叫做Set on Item Clicker的Listener 特别是叫On Item Clicker 我好像之前有同学 试说可以用Item Slade 好像也可以 Item Clicker跟Item Slade 不过基本上当然 从那个字意上来看 Click应该是点一下 那slade应该是 有点像选它一下 所以如果说你Click 用slade可能需要再拨 可能要一个动作 它才会有slade的动作 它才会触发 那Click理论上应该是点一下 它就会跳出来 所以用Click可能会比较合理一些 因为好像同学之前有讲 用slade的话 你用slade往后去 它就会一直拨 像那个Pose 它就会一直拨 你往过去它就会直接拨 所以slade是比较敏感 所以可能要看不同的效果 来决定你要用哪一种事件 这里的话 反正这个事件 我这边是用Click 那我如果今天Click的话 特别注意 它里面会告诉你什么讯息 它Click下去 里面的那个Arg2 第二个参数 会告诉你Index 所谓的Index就是说它的编号 比如说你点这个 它是0 1 2 3 一直往下 那那个数字就是从Arg2 第二个参数 而且它会传给你的 是一个整数 Int 那如果当我点它之后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 UnclickArg1 Arg2 这个 就是当我点了之后 Arg2就这个 它总共好像会传 三个东西给你 其中Arg2 就是传告诉你点了哪一个 那如果你点第一个 它就传给你0 点第二个就传给你1 那刚刚好 这个数字刚好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Areadlist的位置 有没有 那如果刚好有点0 它就放进去 所以我这个地方 就是用什么 New一個Alearn Dialogue Builder 这个前面有讲过 把自己传进去 然后呢 Set Title 股市资料 Set Message关键在这里 那我必须要把 11个栏位的资料放进来 所以我第一个名称叫类股 加一个什么 Column01 后面如果要读取的话 很简单 用get 所以 丢进去 用add add进去 读出来 用get 其实还蛮方便 我觉得Areadlist跟那个网路上的表格资料 还蛮match的 那我要知道说 它里面有多少个 你就size就可以了 就是哪一个Areadlist点size 它就会知道说 总共有7个 OK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Arg2 就是因为它如果点了0的话 它就会自动去抓阵列位置 刚刚好 它没有 没有不需要加1或减1 然后再加上什么换行 所以这个跳脱资源嘛 斜线N就是换行 然后呢 成交时间最低 OK 多一个什么 叫Passbutton 确定 OK 最后把它记得把它秀出来 那秀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看到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亚尼 不是亚尼克 OK 然后呢 这边有涨跌 OK 其他的话 我想 这个地方 大概 主要就是切 这个需要的资料出来 那请各位 可以在网路上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的 可能你需要的啦 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对股票 股市熟不熟啦 如果你对股市没兴趣 那你可以找一找其他的 比如说像网路上 常常有人问 那股市吧 不然就期货 不然就证券 不然就是 还有什么 还有外汇 等等的 而且好像很多那种 金融从业人员 现在需要这些资料 的机会越来越大了 因为常常有人问我说 老师如何去网路上抓资料 在手机或者是在VBA里面显示 因为刚好这个东西 我刚好熟 所以两边都可以 其实这个范例 在那个VBA里面也有 不过我们在VBA里面 是全部的类骨 通通一次抓下来 但是这个范例怎么样 我只有抓水泥 那后面呢 其实还没有写完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刚好讲就是说 其实应该要怎么写呢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空的地方 那你可以怎么样 三十三 大家有算过了 三十三当日行情里面 有三十三种类型 水泥啦电子啦什么一堆 那你是不是应该有个下拉清单 然后点下去之后呢 下面的也要跟着变更 那变更完之后 一样再去抓 那个里面的资料 当他点选之后 可以显示出来 哇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的话 那当日的行情随时都可以查阅了 不过资料来源是来自雅虎啦 这个可能你到时候是不是要标注一下 资料来自雅虎股市资料 诸如此类的 那我在很多网站上看 其实很多政府机关的网站 或者是说很多那种 就是类似像这种资料 它是open而且不会修改 那也就是你如果做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 那可以资料就可以抓下来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要不就是把这个后面33个全部做过 那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我想到的应该是这个spinner 但这个spinner点了之后 下面要更新 OK 然后要再重抓一下 提供给各位参考 如果可以试着做做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但是这个挑战性感觉应该不低 要把33个类股全部都做出来的话 这个其实也还蛮有可看性的 那这样子做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台湾的股市的当日行情 那当然里面还可以再设定一些条件 比如说你要抓的 你可以不要是塞了三个港股票全部的 你可以甚至是不是说 可能在背后全部帮他先抓下来 放在哪里 放在seqlite里面 对不对 然后再去帮他做筛选 比如说他想要查的 也许他可以做那个check box 可以把它打勾打勾 那他需要的 甚至贴心一点嘛 如果说你可以设定他的什么 提醒的那个范围 如果这一档股票 他的成交到多少的时候自动跳出 那这样不就很OK吗 我不晓得啦 因为我对这个其实有外行 因为我们在座有比较内行的 可能需求这个我没办法这样 我开的可能不准 其实也许可以及时广益 这个我想应该如果在操作股票上面 如果有这些工具的话 应该会让你的操作更流畅 或者更及时 不需要说随时要坐在电脑前 才能抓到你想抓的资料 是不是这样 你为什么比较 蛤